這個這個這個 深刻老街民宅冒出熊熊火光 大批消防隊員到現場救災 這起火警發生在去年 現在卻有人打著消防員的名號 向當地商家收錢 深刻老街最近出現一名陌生男子 謊稱自己是消防員 索取600元的茶水費 說自己去年參與這邊附近的火災 打火很辛苦 有店家因此受害 有陌生男子夾冒消防隊員和商家說 去年這場火警救災很辛苦 消防員身陷危險要收取茶水費 甚至想收取破千元的費用 有商家真的給錢讓他得逞 日前消防隊安裝助警器 和進行防災宣導時 聽到商家問起這件事 才驚覺有人冒名詐騙 我們目前了解的話 大概有兩三位 那他的話術不外乎就是說 你們這邊存放有一些危險物品 比如說電池或者是油類 意外或發生火災的話 那消防隊來這邊呢 有可能會造成就是消防人員的危險 不明人士冒充消防員和店家要錢 說是要給消防隊救災保障 近期常常傳出類似的案例 確實有商家因此受害 但認為是少錢沒有報警 消防隊也呼籲再碰到類似的狀況 一定要打110或119來處理 對於我們消防隊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形象傷害 消防隊執行各式各樣的救災 或者是救護的勤務 及安全查查的勤務 完全都是不收費用的 消防隊呼籲只要類似的情況出現 就要立刻請消防隊員或是警察到場確認 是不是有人正利用警消的名義來詐騙 當場抓人 消防隊辛苦救災 卻被人冒名騙前 實在無法姑息 TVBS時訊的羅氏鵬 郭穎 西米斯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